台中殺戮有民眾報案 有一群外籍移工聚會喝酒 爆發口角衝突 警方來到現場時 有兩個移工竟然橫軟馬路 拋給警察追 兩名男子不服警方壓制 竟然不顧危險 橫軟馬路逃給警察追 員警拿出甩棍 擊發電擊槍 嚇了男子驚慌失措 在大街上狂奔 不斷哀嚎 兩名男子一個像是 發了酒瘋淘寶成功 一個當場被帶 警方調查身份 發現是逃逸移工 事發在一號深夜 台中殺戮台灣大道六段上 一群外籍移工聚餐喝酒後 爆發口有衝突 警方過不到場 只剩下兩名移工在場 一公擔心身份曝光 當場逃跑 被逮的二十八歲 軟心越南籍移工 迅候移送移民署 落跑一公則是往山區逃串 警方巡線 墜氣中 記者稱張宏傑明 台中彩虹島 oral 對比特賢